因此就有了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不在於你世上的地位 不在於你世上的金錢 也不在你有佛高的學歷 也不在於兩岸之間要如何去運作 你的安全感 我們至少從耶利尼書學到了一句話 聽從上帝古人的話 把你的生命的主權交給我 讓祂來約束 讓祂來限制 你關心祂的事 祂就關心你的事 你關心祂教會的事 祂就關心你家裡面的事 你關心祂的旨意 祂就成全你 在你身上 你所要尋求的這一切的計劃 這一切的託付 再來 所以呢 我們 從耶利尼書在上 真的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勉勵 在這邊 我們 弟兄姊妹 今天耶利尼教導我們 我們來說 我們要來學習 要來訓 我們是不是願意被上帝限制呢 還是像我們前面所講的 我們 常常推託 主啊我不要 主啊我不行 主啊我太年輕了 今天上帝在呼召我們每一個人 甚至於在我們當中 對於一些常常會思考說 我已經退休了 我年紀大了 上帝特別要護照 這群 年紀 已經過了四五十歲的人 當你願意說 主啊 我願意被你限制 我的生命的方向盤 願意交在你的手掌當中 讓你來掌管 之後 你就會經驗到 你的生命 充滿了 安全感 有銅牆 鐵壁 在保護你 你會經歷到上帝的大能的手 在託付你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人 可能呢 會覺得說 袁教士 你講得不錯 但是我在教會 司奉求了 會覺得累 很累啊 對不對 袁教士在這邊要跟你們說 司奉真的會累 但是呢 我想要問你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祷告 因為 司奉 跟祷告 是怎麼樣 兩者是並行的 當你司奉多的時候 你的祷告 也要跟著多 從祷告當中 寻求神的力量 你不能夠一直 司奉一直 司奉 沒有祷告 會沒有力的 會累的 所以呢 司奉 多 祷告要多 司奉跟祷告 是並行的 阿妹嗎 我們不能夠只有方式 都忙不擋 沒有力的 會灰心的 從祷告當中 向神 知取力量 重新得力 有些人 可能會講 袁教士 但是啊 教會的環境 常常讓人 不太敢去服事 教會的環境常常讓人 不太敢去服事 袁教士在這邊跟你說 你不服事 你不會快樂的 真的 你不服事 不會快樂的 你不會滿足的 你光來這邊聚會 不會滿足的 我剛剛講 侍奉跟祷告是平行的 你聽到 跟服事 也是平行的 是並行的 你光聽到 你不侍奉 也是不行的 你光參加崇拜聚會 不參加安息日學 你是不夠的 有些時候 你剛才在崇拜聚會上聽到 如果今天的道理 不能夠滿足你怎麼辦 有些時候在安息日學當中有很好的聖經教導 今天講的這些 這些聖經的這些道理 其實在安息日學歌當中有些時候都會教導我們 所以 我們要 讓我們的靈命 發展 要能夠 均衡 要密切 這有些時候呢 我們的服事 就是說 服事讓你感到不壞了有靈命 我要說 我們的服事 像帶小孩一樣 原教室帶小孩很有經驗 我帶了兩個孩子 有些時候 當下 在帶孩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忙 很累 帶這個孩子 有些時候 很氣 很討厭 很想要 給別人吧 對不對 服事就像帶孩子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很累 很忙 很氣 很討厭 很想壞人抱 服事有些時候的這個感覺 就像帶孩子一樣 但是呢 當我 正正離開我的孩子的時候呢 嘿 我就會開始想念我的孩子了 阿妹嗎 服事就像帶孩子一樣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要輕衡 我們要輕衡 雖然服事有這些狀況 但是 你適合得多 祷告要多 你要祷告要多 然後 我們看到這個教會的缺乏 我們應該要 挺身的舒服 當我 在看 上個安息天 我們那個 研究學課的那一刻 我就覺得內心很感動 上一週不曉得有多少人看了 上個星期的那個高級安息日學的學課 那一刻我看的時候我非常的感動 有人知道上一週是講什麼嗎 在講 誰 雅米甲 對 上一週在講雅米甲 江老師在嗎 江老師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雅米甲的背景是怎麼樣嗎 我問小師他一定知道的 我問一下 這個 這個 江老師 江老師你知道雅米甲的背景是怎麼樣嗎 對 他的那時候環境背景怎麼樣 好不好 他造一個那個環境背景好不好 他叫的那個丈夫很不好對不對 好感謝主 謝謝請坐 上一週的學課再講到雅米甲 他叫的這個丈夫 拿包 非常的不好 他在那個國家 是一個 有錢人 是一個 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但是他帶人就是很不好 當大衛被賞羅追殺的時候 來到曠野在那邊跟他六百個士兵 這樣子在一起 可是這個拿包他這些羊啊 洛虎啊 牛啊在那邊吃藏的時候 大衛的這些兵啊 在保護著他沒有攻擊他 可是當大衛有沒有 大衛看到這個拿包 這個到了 這些羊已經成熟 到了季節 要撿羊毛的時候 他想要來跟他 尋求一點幫助 我在這邊 我保護你的羊 我說你在撿羊毛的時候 可不可以喝一點 羊奶 一些 好的一些東西 來幫忙我們 這樣子 跟他拒絕他 捕入他 捕入大衛的士兵 所以 我們看到是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但是 今天 也就是 被感動 就是這個 雅底蓋 他怎麼樣 他在一個蠻受限制的一個環境當中 我們看到他 他所造一個環境不好 但是他卻能夠活住 那麼樣的一個生命 怎麼樣的一個生命 他活住一個美好的生命 他 當他的一個 先生的夫人 知道他的先生得罪了大衛的士兵的時候 他想糟糕了 這是上帝所恩高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王 他知道說 你不趕快解決這件事情的話 會怎麼樣 我的先生 我的家庭 一定會被大衛帶著兵來 殺掉了 所以會有 會有過放會 所以 他站出來 他準備了很多的東西 要來接這個大衛 然後呢 所以 我覺得說 雅米蓋 給我感動的地方就是說 他在一個不好的環境當中 他願意 出來承擔 願意出來承擔 做一些事情 在雅米蓋的時代怎麼樣 離婚 甚至於分居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不可能的 從世俗的眼光來看好 他是屬於他的丈夫 這是永遠屬於他的丈夫 直到他的先生過世 但是雅米蓋 他不會 自視 自己的生命呢 怎麼樣 沒有希望 好像一個永遠的求徒一樣 他相信上帝 會在適當的時候 處置他的丈夫 他相信 他相信上帝會在適當的時間 處置他的丈夫 但是他不是靠自己 的力量 他不是 自己 自己這樣子 怎麼樣 自己這樣隨便怎麼做 他在等待 他忍耐 他忍耐這一切 他在等待 今天我們的教會的環境也是一樣 有些時候 我們要學習 自己雅米蓋怎麼樣 等待 在不好的環境當中 我們也不要 怨天 游人 我們 從這個雅米蓋的角色當中 我還 遛網覺得說 他 在做的 一件事情 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也應該向他學習 就是 他在做一個 使人 和睦的一個角色 對不對 他在做一個使人和睦的角色 他要幫他的先生 跟大衛這邊 給他 給他把這個 這個紛爭給他弄好 今天 弟兄姐妹 我們 做一個基督徒 在教會裡面 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沒有做一個 使人 和睦的人 還是 我們是這樣子 啊 這樣子 把獲得這個事情 莫大 是對我們的一個 一個思考 所以 我們教會 需要多一點人 像雅米蓋一樣 需要多一點人 需要像他最重的 我們不要詛咒 環境的黑暗 應該要點一根浪燭 點一根浪燭 今天 在這個教會當中 我們也看到 也有像大衛的 也有像拿巴的 這種脾氣不好的 個性兇暴的 會得罪人的 會得罪人的 要人家來幫忙解決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人 有時候 我也有像大衛一樣 驕傲的 這也給我一個很好的提醒 也就是說我自己做目的 要小心我自己 會不會驕傲 像那個大衛一樣 雖然我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但是怎麼樣 我把那個拿巴 就是說 在他的先生 死了之後呢 叫他士兵跟他講 我要娶他過來 雖然 大衛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可是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給人家的觀感 就不大好 所以你這也給 給我們做目的 有一個學習 有些時候做事情 你不能夠說 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就這樣做 給人家的觀感 就不大好 所以今天 人家是 藉著這個 成為限制體團長 勉勵我們弟兄姊妹 就是說 在這個 現在在這個 環境當中 讓我們能夠 勇於 來承擔 讓我們在教會當中 做一個使得和睦的人 我們教會 有這麼多的人 我們也選出了這麼多的 願意在明年度出來 侍奉的人 照理說我們的教會 是很有希望的 所以 希望我們的教會 在未來 能夠 讓 我們的上帝 能夠得到榮耀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最後 再分享一個短短的 一個 一個信息 前陣子我在看 這個 網路的時候 我看到 我們台北 士林有一間教會 士林有一間教會 他要建堂 他們 他們要建堂 他們要募管 教會定了一個目標 多少錢 你知道嗎 士林有一間教會 他要 建堂募管 他們定了這個 建堂的一個計劃呢 這個報告出來說 8億 他們要募管 8億要來蓋這個教堂 他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教會 弟兄姊妹奉獻 一年多的時間 教會籌到了 兩億三千多萬的這個 捐款 為了他們的建堂 當然還有差一段距離 從兩億三千多萬 到八億 還有差 還蠻大的一段差距 但是他們教會定了一個 建堂間 八億 一年多 募了 兩億多 我從網路上看到他們的教會裡面 這個弟兄姊妹所寫的 分享的這些 他們奉獻的這些 見證 怎麼樣得福 他們在教會當中 怎麼樣侍奉 讓我覺得很感動很感動 今天 我覺得 我們不比他差 我們的能力也不比他差 我們愛主的心 也不是比他少 但是 我們什麼樣的因素 讓我們的教會 不能夠興旺 不能夠增長 差在哪裡 所以 今天的信息當中 也給我們一個思考 我們 盡量 願意來讓福使用 但是也不要講那些什麼不好的 在教會裡面 就是 做一個使人和睦的人 願意讓上帝來掌權 願意讓上帝來限制 讓我們的生命能夠像 一個 世上的一個眼 世上的光一樣 願上帝治福 我們大家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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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